上荡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光临七世大观 前一集咱们说了两个外国共党残酷迫害佛教的事 一个是中共老大哥苏共 一个是他小弟越共 今天咱们回到本土 说说共党篡政之后 玩命铲除中国的佛教 再以傀儡代替他的恶心事 好 节目开始前 有请各位看官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啊 谢了 书归正本 俗话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 1949年毛贡建政之后 为了给他推行马主义和无神论证明 就把他忌惮的千百年来 深植在中国人心中的宗教信仰视为仇敌 马上就对宗教展开了大规模的镇压和取缔会到门的运动 除了焚毁大量各门派的经书之外 共党还要求诸如基督教 天主教 道教 佛教等组织派别的成员 到他衙门登记 悔过自新 宣称 如果不按期登记 一经查明 便予以严惩 1955年7月1日 共党中央发出了 关于展开斗争 肃听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开始残酷的肃反运动 在运动之中 共党打着纯洁佛道教队伍的旗号 杀衣警百 把不和共党合作的僧迷和道士 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逮捕枪毙 看过上一集的看官 就能对比出中共和他苏联老大哥 很像一个模子里磕出的俩臭丛吧 这种经济上的剥夺 政治上的压迫 以及罗知罪名万人公审 宣判枪毙的恐吓 迫使很多怕死的僧尼 站到了共党这边 共党对宗教的镇压 在1966年文革爆发 破四旧运动中登风造极 破四旧指的是 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说白了 就是中华民族承传数千年的文化和传统都要破 当时寺院道观佛像这些名胜古迹 还有字画古丸 都成了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 以佛像为例 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 就是经过这个破四旧 全都被砸得五官不全 无一完好 山西代县建于1600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的天台寺 以塑像壁画珍贵而闻名 红卫兵们去了将塑像壁画是一扫而空 干了侵华日军都干不出来的事 再比如陕西周治县境内有一座楼关台 是2500年前老子讲经授学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地方 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 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 包括唐高祖李渊为老子修建的宗圣宫 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然而 文革期间不仅楼关台等古迹被破坏 道士们也全都被撵走了 按照教规 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 这下毁了 有的还了俗 剃须刮脸还不算完 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 此外 世界佛教界的第一至宝 佛祖释迦摩尼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 八岁等身像 惨遭红卫兵小儿们的捣毁 最惨烈的故事之一是 1966年 大批魔证了的红卫兵 来到陕西宝基 福丰县城北十公里处的法门寺打杂抢 法门寺又称法云寺 阿玉王寺 始建于东汉末年 环陵年间 是千年明差 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历史 有关中塔庙十祖之称 当时佛殿内的铜像寺院上殿眼口处的七音碑 被这些小魔头是通通捣毁 干完了 这些小货们又来到法门寺的真身宝塔 试图用铁锹 榔头等农具挖出塔底埋藏的佛纸舍利 还造谣说 塔下边埋着国民党的秘密电台 当时 法门寺住持梁清法师见状上前贺阻 却立刻被红卫兵们打得头破血流 眼见宝塔要毁 梁清法师跌跌撞撞的回到了住室 披上了象征寺院住持的五色木棉袈裟 全身浇满了煤油 来到真身宝塔之前 毅然点火 惨烈自焚 面对着悲壮的场景 这群红卫兵小魔鬼被吓得是目瞪口呆 扔下手中的工具是四散而逃 梁清法师舍身护法 才让真身宝塔下的佛纸舍利得以保全 文革中 像法门寺这样的无数的寺庙被捣毁 无数佛像被摧残 无数出家人被迫还俗 曾经遍及中华大地的庙语 道观 历经十年浩劫已经是满目疮痍 真修者也是所胜寥寥 甚至文革后进入寺庙的修行者 也早就已经不知道了修行的真谛 毁庙灭教 共党还嫌不够 他还不放心 还要诛心 所以从五十年代起 共党还建立了完全受它操纵的佛教协会和道教协会 用它指派的代理人占据要金 然后成为附属于共党的 类似所谓八个民主党派的政治组织 这些协会在共党体系中归统战部管辖 在政府体系中归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管辖 这么做并不是为了繁荣宗教 而是控制宗教 因为共党知道信仰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共党就开始利用宗教洗脑了 比如中国佛教协会在它的发起书开篇处 热情的欧哥共党镇压反革命 并感谢这一切的领导者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 谄媚之下 与任何一个世俗组织相比都毫不逊色 此外 中国佛教协会在成立的章程中 明确要求佛教徒参加所谓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道教也是与此类似 佛教协会道教协会在政治上投靠了共党 自然也就按照共党的看法去解释教义了 最让人鄙视的是 这些代理人除了政治上紧跟共党之外 还将宗教庸俗化 到今天也是如此 佛教称佛法僧为三宝 其中法即佛经 解体党文化一书中是这么说的 共党除了否定佛的存在镇压迫害高僧大德之外 对经典的破坏更为隐晦和阴险 这就是从内部祸乱佛法 这也应了释迦牟尼佛的预言 那么什么叫庸俗化呢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 有太虚和尚提出人间佛教的说法 主张修行现代生活化和寺院现代学校化 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该包括工厂 农场 保险 银行 公司 所谓工农商贸 这种打着人间佛教的幌子 将佛教彻底世俗化雍俗化的做法 明显和佛陀的原意相悖 更和佛教几千年来要求僧众远离尘世欲望 应该追求心灵的升华和超脱 这种修行方法是差之千里 说白了吧 所谓人间佛教就是乱法乱教的魔 然而 共党却发现了 人间佛教恰好可以为自己所利用 他只要让信徒把关注天国转向关注人间 共党就可以随意编出更多的谎言 操纵教徒的思想 于是乎 人间佛教的传人 太虚和尚的弟子赵普初 就成了共党最理想的代理人 1949年共党建政之后 早年就接受过共产思想的赵普初代表佛教界 参加了共党首届所谓的政治协商会议 之后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的副部长等职务 1953年的5月 在共党受益之下 赵普初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 赵普初被选为副会长 秘书长 1980年他当上会长 直到2000年死去 可以说 从中国佛教协会成立那天起 实权就掌握在了共党代理人赵普初的手中 文革结束之后的1982年 为了统一佛教界的思想 赵普初在当年南京召开的僧侣培训班上称 对佛教徒来说爱国爱教是完全统一的 问题是 真信神佛的修行者对迫害宗教信仰否定有神论的共党该怎么去爱 在1983年12月召开的佛教会议上 赵普初又在发言中颠倒黑白 说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党的领导 各族佛教徒就不能充分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 因此 我们无论从公民还是佛教徒的角度 都应该拥护社会主义 维护社会主义制度 在赵普初这些人的带动下 中国佛教协会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实时挂在嘴边 事实上 佛经中提到的庄严国土是指庄严的佛国净土 利乐有情是指将有情众生度化到涅槃的彼岸 这跟共党代理人赵普初们控制的佛教协会说的 积极参加祖国建设 努力为人民服务 是疯马牛不相及 赵普初还编谎 说佛教中的报四恩 其中就包括报国家恩 问题是 佛教徒既然走入佛门 就是要抛弃名利情和父母亲人等世俗中的一切 又怎样去报答什么国家父母的恩情呢 这正是共党毁灭原始宗教信仰 刻意把它世俗化人情化的表现之一 此外 赵普初还发明了 把人间佛教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相融合的奇观 胡说佛教的人间净土思想含有社会主义因素 简直让真修者是笑掉大牙呀 他为此还鼓励佛教徒要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 1999年他还提出 宗教要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社会主义社会也要圆融宗教 为了要让佛教进一步世俗化 在赵普初的带领下 各地的佛教协会不断批判所谓 消极厌世逃避现实的宗教观念 让教徒相信会建立人间天堂 这种说法与佛陀所言 苦 疾 灭 道 四地妙法 更是南辕北辙 以赵普初为代表的共党宗教协会代理人 以他们在宗教中积累的资源 从内部进行批判 歪曲释迦牟尼佛法的真意 远比共党从外部诋毁神佛有利的多 而如今中国佛教界的种种乱象 也正是共党祸乱的结果 故事讲完了 佛教在几个共产党国家所遭遇的红色恐怖 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共产主义的危害 也就是说 只要共产党国家依旧存在 人民就根本没办法享受信仰自由 时至今日 全世界全中国的数亿佛教徒 能不能认清共产党就是危害佛法的魔鬼呢 能不能从惨烈的历史中看到真理 采取摒弃共党的立场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观 也谢谢您能订阅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 各位看官咱们下集再见 6.0